哈喽大家好,我是鱼斯基,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最近在贵友群里面看到一位贵友分享了这样一张图片 当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和大部分的贵友反应都一样 就心里面知道这种贵没法养,也不会过多的去关注 但是当我细品一番之后 我发现从我刚开始做视频到现在的两年时间里 不断的有私信提到了这些油漆贵的问题 内容大概分为两派 一个是自己或朋友买了这个油漆贵 回来之后不知道怎么养,问我养贵方法 第二个是买完了这个油漆贵 然后上网一查发现好像不太好 然后问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面对这些心血来潮的问题 我一般回答的比较含蓄委婉,比较敷衍 直到今天我才仔细的去思考 是不是要出一期视频来专门讲一下这些油漆贵 常见的有不良商家把这个硅苗 常见于巴西硅苗的背夹表面 用特殊的颜料进行涂绘 虽然说是油漆贵 其实大部分商家用的是比较廉价的水彩之类的 便宜颜料 涂绘的题材有各种各样的 有的是卡通形象 有的是色彩涂鸦 特点都是非常的鲜艳吸引眼球 这些硅苗常见于花鸟市场 商场以及路边地摊 售价大概是5元10元左右 还有一种油漆贵 是把硅甲表面涂上一层比较深的颜色 冒充一些高档的硅来高价出售 这种也是多介于花鸟市场的 但是咱们今天就不详细说这种了 主要说前者 颜色鲜艳的油漆贵苗 大多数买油漆贵的人是羊贵小白 鲜血来潮了 看到一些色彩鲜艳的小乌龟 觉得挺好玩的 然后就买回来养了 由于买回来不会养 最基本的水位水温等环境布置完全不懂 大部分的油漆贵到了新主人手里 难以开始很快就死亡了 首先巴西鲑苗 由于数量多价格低 我以前就说过 在商家手里本身就得不到还好的照顾 环境也比较差 国内市场普遍的巴西鲑苗质量 是比较低的 本身的巴西鲑苗质量就不好 再把它们身上画上图案 造成应激比较严重 本身的鲑苗就很脆弱 这么一折腾下来 简直就是雪上加霜了 别说是不会养的养龟小白 在有养龟经验的玩家手里 同样这样的油漆龟也是难以存活的 如果你问 假设这只油漆龟侥幸的开始了 适应了新的环境 是不是也有概率活下来呢 答案是可以的 然而龟需要晒背来促进生长发育 合成钙质 消灭细菌等等 而背甲上的染料会隔绝阳光中的大量的射线 影响背甲的生长发育 再加上染料附着在背甲上 影响了背甲的生长方向 最终的结果 这个游戏龟会长成畸形龟 寿命也会大大的缩短 同时由于涂了染料 龟的背甲容易得病 影响水质 也容易得腐皮白眼等疾病 网上常见的说法有很多种 在这里说两个 一个是通过棉签 硬物 药水 把染料强行的刮下来 这种方式在实际操作中 很容易刮伤背甲 造成二次伤害 小小的龟苗在手里 根本就无法用力去强行刮它 用力过猛的话 没等刮干净 先把这个龟苗由于挤压 造成内伤了 同时无论怎样刮背甲 它的缝隙 边缘的这些地方 你都无法完全的刮干净 最后的效果 就是没有太大的改善 还有一种说法 说将来这个龟换甲 油漆就掉了 将来换甲 确实有可能整片的脱落下来 但是龟的生长发育很慢 换甲退甲 也不是高档甲 你就立刻像脱了衣服一样 这么简单 就立刻就换甲了 而且换甲的前提 是龟的生长发育 才会换甲 那它已经生长发育了 这个时候 它的油漆龟 也已经长成畸形龟了 那这个时候 这些龟有可能要私心问我 司机啊 我看了你的视频 但是我已经买了 这个油漆龟 怎么办呢 不要私心我 听我下面的话 建议学习养龟知识 用科学的方法去饲养 同时呢 做好才要长成 畸形龟的一个心理准备 最后能活呢 就尽量让他们活着 当然了 这些只是我的建议 毕竟呢 大部分的油漆龟 到了新主人的手里 只会让他们 本就可怜的命运 更加的悲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新主人 往往是不太会照顾的 最后呢 希望这个视频 不仅能被我的粉丝看到 更希望能让那些 想养龟 没养龟 或者是 对这些油漆龟 比较好奇的人看到 这可能是我做视频以来 这个视频的素材 最绚丽的一期 但是呢 其实我不是还愿意 做这样的视频 如果你在路上呢 看到了这些 七彩八篮的油漆龟 请考虑清楚 不要冲动购买 同时呢 也想说一句 养龟呢 不要心血来潮 收到过好多 让我比较无语的私心 各种奇葩的方式 去折腾龟 根本就不懂养龟 比如说养水龟 不给水 想去干养 比如说大冬天的时候 感觉水凉了 听说需要温度 那好 我往里兑热水增加水温 让龟啊 可能体验冰火两重天 一冷一热 还有呢 把这个龟啊 去当条狗了 买回家呢 给小孩玩 当玩具了 折腾来折腾去 最后死了 我是比较喜欢龟的 希望大家呢 能够学习养龟的基础 学习一些基础知识 然后呢 再去养他们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御司机 喜欢我的视频呢 大家可以点关注啊 咱们一起来学习养龟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